美聯社援引一位知情的消息報導說 拜登總統預計將會宣布提名前國務院高級官員白欣斯出任駐中國大使 並且提名洛杉基市長加塞蒂出任駐印度大使 白欣斯是資深外交官 加塞蒂即是拜登的長期政治盟友 這兩名大使的職務都屬於美國最高調的外交崗位 該未有獲得授權發表評論並且要求不透露聲明的人士對美聯社說 不清楚什麼時候會宣布這兩項提名 白宮拒絕評論並且說在被宣布前沒有任何人是最後人選